那老師呢您拿到這個盒子以後啊 它裡面 裡面 我們 這裡有一個那個 開花板給做 那這個部分呢是等一下我們會組裝一下 另外 我們有這個 那個面包板 今天會用到這個 你可以找看看這個盒子裡面有沒有這個 還有 温濕度 其實這個的話我是比較建議老是買這一種的 是因為 如果以同學的立場來講 這種的比較耐差 因為我們一般買的這個比較便宜 它沒有這個電路盤就是 四根很細的角 那基本上是很容易就斷掉 就歪掉 那你用這個杜邦線要直接接 老實講不方便 因為它 太鬆 會插不住 所以用這種的它已經變成三隻腳 也不容易就是會 就是弄錯 只是說 當然成本就高一點點 那今天當然我們那個風靈器 也有機針 我們也會 拿出來用一下 不過這個之前 我們就用了 所以 我們主要是這個 那另外呢 老實開花板 就是 盒子裡面有一個 但是這個的話因為那個 上次我們Device ID是錯的 所以我今天有另外 給大家一盒 這個紙盒的 所以開花板就先不要用這個 請你先用紙盒裡面的 那等待會 上完課之後再麻煩老實還給我就可以了 OK好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會用到的是 這兩個 那老師這個部分呢 在這裡 你可以把這個裝起來 那這個的話在 講義裡面的 這邊 我的手很忙 一直在那裡請裝給老師看 所以我覺得 我當初用這個是對的 這樣我不用做太多事 那您這個開花板要先放進來 好 開花板先放進來 那這個底板的3D鏈檔案 你看我有放在簡報講義 就是其實我的 部落格文章上 所以您都可以 從上面那一下子 那 另外呢您的這個 麵包板 麵包板的部分啊 您就是找一下它有一邊 兩邊都是粗的 那這裡 裡面有一個隱藏的 這個洞 你再把它 放進去 就是開花板要先進去 這樣子 放進去 放進去 那 只是說有的會比較鬆 有的可能會比較緊 那如果您覺得比較緊的話 這個開花板可以再往右邊推一點點 稍微拉一下 這樣應該就可以放進去 那那個檔案 就在 簡報第10頁這邊 我有 分享 我們的那個 這個版本喔 你可以從這篇文章裡面 就可以找到 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老師呢您對於我們 前幾次 我們現在前面已經有兩次的課程 那如果說因為有幾位老師是 可能前兩次 沒有參加的沒有關係 我把那個簡報放在這邊 就是簡報的第1頁下面 這裡您可以看到 我把我們之前 倒車雷達 還有上禮拜 就是有一個LED點擊證的 好那一樣上個錄影片都在裡面 那第1次是用直播的 所以你也可以找到直播的那個 影片檔案位置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好所以如果老師你有需要 就可以從上面去看到 那原則上 我們就是 大家手上拿到這個 櫃子裡面的 一鍵 會在我們這幾次 課程裡面會通通融用到 這樣子 好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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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